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三色蛋 说它简单呢 其实也不简单 因为我在做的过程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美感 所以我后来还自己想了一整晚 要怎么教大家 这边看到我们的咸蛋跟皮蛋 大家会说 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减塑了吗 为什么还有多一层塑胶包装 因为我在种色生活才开会 参与会议过程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要多这一个塑胶膜 因为第一它可以延长 咸蛋跟皮蛋的保存 第二是可以减少运送过程的碰撞耗损 所以这时候又回到另外一个课题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减塑 但是如何让我们的食材不耗损 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其实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 大家都可以仔细思量 这边看到啊 大家听我讲 因为我影片当中做的 我自己后来觉得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需要再改进的 像蛋白跟蛋黄 我会告诉大家 你就是完全分开 不要在蛋白里面再加蛋黄 不要 你就是把蛋白跟蛋黄分开 然后这边看到的咸鸭蛋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 把蛋黄挖出来 然后蛋白分开 不用 你就是咸鸭蛋跟皮蛋的切法 都是一分为四 然后每一小块下两刀 所以是不是那一小块就会有三块 然后一分为四 所以是不是会有十二块 等于我们一颗皮蛋 一颗咸鸭蛋就会有十二小块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啊 你的三色蛋出来会比较漂亮 这是我后来想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然后你找的容器啊 要找稍微深度 比较有深度一点的 就大概像我这样 不用大 但是要有深度 因为这样做出来比较漂亮 然后我会先在它容器里面抹油 因为这样你要脱膜会比较好脱 然后接着注意看哦 我会分成三层 大家要听我讲 因为我影片当中做的是 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完美 第一层呢 就是咸鸭蛋 跟蛋白液 所以蛋白液我会先倒一半 然后会留一半起来 这时候会有一些小泡泡 你可以捞起来 或者其实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那么在意完美的话 或者你一开始就把蛋白液滤掉 我个人是没有这么做 然后这边我要放我们合作社的丁虾XO酱 其实放这个下去啊 你的三色蛋就很承操哦 完全跟外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宴会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 我们要过圣诞节了 然后我们要跨年了 这个都可以当做我们的餐桌宴会菜 蒸第一次 记得哦 这边锅盖不要全部盖住 要留一个缝隙 然后不要让那个锅盖上面的水 去滴到我们的那个蛋液 第一层呢 我大概蒸了七八分钟打开看 它已经有点凝固了 我再把皮蛋放进去 这个皮蛋也没有切得很漂亮 所以我后来有想了到底要怎么切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了 切那样子的方式出来会比较漂亮 然后第二层呢就是皮蛋 第一层是咸鸭蛋 第二层是皮蛋 然后再倒另外一半的蛋白液 注意哦 都是蛋白液哦 像我这个是因为有 我还有加一颗蛋黄在里面 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效果不好 所以我告诉大家就蛋白液 然后第二层我也一样蒸大概七八分钟 打开看它已经有凝固了 我再把蛋黄液倒上去 这样子这个蛋黄液的颜色就会非常漂亮 而且你的三色蛋 你的颜色就会很清楚 每一层都分得很仔细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漂亮 其实我做完之后 我自己有想了一整个晚上 到底要怎么去改善那一个流程 然后包含我们的皮蛋啊 跟鲜蛋要怎么切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丁向一颗手酱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所以大家都试试看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